高温的天气 瑞穗香公所办理的第二届凤梨节 在市区街道热闹展开 由于现场开放民众打卡 急赠凤梨兑换券 参加的民众十分踊跃 不仅兑换各家农民的凤梨 也爱屋及乌顺便将凤梨的周边商品买回家 现场人气买气旺旺旺 酷热的天气上百位的民众 再怎么热就是要排队打卡换券拿凤梨回家 每人人手一袋甚至还有民众 用推车来载凤梨 台上敲锣打鼓 瑞穗香凤梨节也正式展开 旅士香不仅是全国凤梨产区之一 更是花莲凤梨的主要产区 由于土壤排水性加气候适宜 生产的凤梨品质优良 酸甜适中 正值凤梨产季 农民手脚利落的采收凤梨 一旦口渴便在现场销起了凤梨 大口大口的吃 解渴又消暑 田中带点微酸 这个真的是金钻的凤梨 说他甜度是够的 那在瑞瑟的凤梨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他田中带点微酸 这是整个地理条件的因素 因为他在北维桂县里边 正值瑞瑟凤梨的产季 香公所为了推广 行销在地优质的凤梨农产 结合产地农民 今天上午在瑞瑟香农会超市前 办理第二届瑞瑟香凤梨节 现场开放民众打卡换兑换券 参加民众十分踊跃 去年在凤梨产区复原三春 办理凤梨食农体验后 今年则已是到了市区商圈来办理 吸引了上百位的民众 挤爆活动现场 不仅争相打卡兑换一颗凤梨 也顺便将各个摊位的凤梨 等各式农特产品买回家 现场人气买气 旺旺旺旺 记者是玉兰瑞瑞瑟采访报导 好! 感谢观看